大家好 这个苹果XR已经升级了iOS15的系统哦 建议大家用电脑的iTunes更新升级哦 不要手机在线更新容易出现错误 我们来测试一下iOS15究竟比iOS14多了什么功能 昨天用苹果XR升级了iOS15的系统 玩了一天 没有很大改变 但是有一些细小的小功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的话是照片实况 打开这个更新了iOS15的这个XR 打开相机 然后呢 直接就变成了一个扫描的了 这边有一个 点上去 直接就扫描出来了 这一次更新 我感觉最实用的就是这个功能了 还有的话就是这里照片 就你拍的照片 文字也可以直接的 扫描出来 这里扫描出来的文字可以复制粘贴哦 都可以 这样的话 扫描的软件就不用下载了 这个相机就可以代替扫描的功能了 第二个更新的话是专注模式 现在这个iOS15的多了一个专注的模式 这个也是新的功能啊 它每个状态都有不同的显示通知 这个专注模式具体的操作 还有些功能可以大家可以自行的测试一下啊 这个我也没有说 很详细的去试 第三个的话 就是天气的APP 这个iOS14跟15的来对比一下 这个iOS15的话 动画明显增加了很多哦 这个白云都会走 然后呢 下面也增加了一些 新的 有一些小功能啊 还是挺实用的 然后呢 这个背景的话 会跟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 现在都云 它后面是都云的 有下雨的话 也是会变为下雨的 第四个的话 就是通知中心的升级 我们来看一下试制 这里面的通知 通知的话 加多了一个定时推送摘要 多了这个功能的话 可以你试制某一个APP通知时间 有一些APP不要让通知的可以过滤掉 这个功能还是挺好的 还有它的通知的图标也明显的变大了哦 以前的通知没有 图标没有那么大的 第五个的话 是苹果自带浏览器的升级 我们打开14的浏览器 然后呢 这个iOS15的浏览器 14的地址栏是在上面的哦 然后15的地址栏在下面的 它是在下面 其实有好多功能可以应用的 轻滑地址栏 就可以看到你刚刚打开了几个网页 然后呢 你左右滑动 可以随便切换刚刚的地址 这样四季也是比较人性化哦 这次更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iOS15跟14的图标有轻微的改变哦 比如说这个天气 还有这个 相机的这个APP都有轻微的改变 但是这次图标的改变 不知道这个设计是为了什么 昨晚更新了iOS15的这个苹果XR 昨天测试了一下 手感各方面都还可以 也没有很多bug 还有它的耗电 还有发热 都还好 更新了这个iOS15的系统 唯一让我感觉很 手感很好的 就是这个打字 我感觉比以前很顺畅 就顺畅很多的感觉 总的来说 这次更新了iOS15的系统 改变不是特别大哦 但是还有一些小功能 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苹果6s 以及以上的机型都支持升级到iOS15的系统 但是太老款的机型 我不建议大家升级哦 苹果X以上的机型 可以升级尝试一下这种新系统 我只测试了几个比较大的更新的 这个比较明显的这些这个改变 然后呢 还可能还有一些隐藏的小功能 大家自行升级去测试一下 好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